黄晓明如今是国内的一线男演员 他不但在演艺圈取得了成功 还涉足商界 根据报道黄晓明坐拥50家公司 除了黄晓明工作室 他还涉足了股市极创头圈 如今黄晓明已经是一个身价6亿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精英人士 黄晓明出生于青岛 他从小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 长相也是从小帅到大 父母对他都很宠爱 尤其是母亲对儿子更是达到了溺爱的程度 在黄晓明上大学的时候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青岛 母亲送他去学校到了寝室里 黄晓明的母亲还帮儿子铺床 整理行李 如今黄晓明已经成长为娱乐圈的大明星 也是一个商界的大咖子 他早已不是刚上大学时候的那个只嫩羞涩的少年 但是在母亲眼里黄晓明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所以儿子的什么事他都想管 不光是生活场 就连黄晓明公司里的是他这个和公司毫无关系的人也要插手 最让黄晓明接受不了的是 母亲经常训斥自己公司里的员工 在一次真人秀节目 钟黄晓明被问道 母亲有缺点吗 黄晓明回道 我敢说她的缺点吗 会被他骂的 紧接着黄晓明又说道 和妈妈最大的分歧就是在管理公司上 我不赞成她去训斥我的工作人员 后来黄晓明专门对这个问题和母亲进行沟通 她对母亲说 每次一提到公司的问题 我们就会有分歧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撒手什么都不管 黄晓明母亲说道 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东西 我还是觉得你不知道 就比如说你结婚时用了酒 他们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直接批评了他们 黄晓明说 你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我说的重点是家人 不应该去参与公司的管理问题 不应该去批评员工 我一再和你说 你不要直接去说 你和我说 然后我去交代他们 因为你的公司不挂职 黄晓明的母亲则是不以为然的说道 我要是和你说完 你再去批评他们 他们会认为我是在告状 而且你没有时间去看一切东西 黄晓明说 妈我看过所有管理公司的书 我也是40岁的人了 黄晓明母亲说40岁也是没有经验 你在妈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就是80岁也是孩子 母子俩争直了一晚上也没有结果